2024年10月21日,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的100名东北游客乘坐春秋航空旅游包机抵达上海,开启为期六天五晚的深度体验之旅。 这是今年上海推出关于支持本市旅游企业引客来户的扶持措施后迎接的首个区域性旅游包机团,旨在鼓励支持本地旅游企业创新旅游供给,瞄准细分市场打造高品质主提油产品。 此次包机旅游线路设计以商旅文体展融合为核心,除了传统的城市观光,美食购物,串联更多历史文化,人文价值,消费娱乐的多元体验,让游客在享受包机旅游的乐趣中开启下一站的硬核精彩。 六天五晚的上海深度体验之旅中,游客将全方位深度体验上海的历史文化,潮流风尚和都市生活。 此次包机团游客首站打卡了中华艺术工,参观和以敦煌重邦艺术大展。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向游客赠送上海特色纪念品,让远道而来的东北游客真切感受到上海人民的热情。